初一饺子初二面 我们说说这个过年习俗 这个初一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不及了 明年再说 初二 初二呢 那个习俗当然也非常多 各地方不一样 那我们说说大体上 首先呢 这个习俗 我们说就要说出它的道理原理 不然呢 我们就还有一句话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就是说你多注意一点 还是比较好 当然呢 这些习俗 它也是有些形式寓意相对的 那有些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真的有什么事啊 那这些暂时先放一放 大五年内没啥事 我们就注意点 这个初二 首先二这个书 二是音 就要回娘家 那你说也可以 比如说找朋友啊 因为初一 这个三十大家都在家 那那那这个二 朋友两个 是吧 那那这个就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 最重要的这几天 刚开始刚开始过年 所以说这个二 回完婆家就回娘家 那这个二这个因素呢 那这个买东西 我们就要买成双重对 其实不止这一天 我们会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 都讲究这个 买两瓶酒 买什么两个 为什么 那这个就是 东西 它是因的 相对于人 它是因的 这些物 物这些东西 我们说阳是精神 这个因是物质 所以 就此理 成双成对 也是一个好的 吉祥寓意义 毕竟这过年是 嗯 两家子的事嘛 对吧 那小孩子还没成家呢 不能算 所以说 这一言一养 一定要好搭配 至于前面说 那个初一饺子 初二面 这个饺子 饺子 冬至的时候 也讲究这个 那 那这个过年 就是 嗯 也是 持久心心 它也代表一个子 为开田 那面 这个我们不好追究了 那就宁可信息有 是吧 先吃了再说 像长寿面呢 那当然就长一点 感觉瘦瘦 细细的 那个就 一种好的寓意 这是一种相理 那还有这种竖理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二 所以呢 就此之外 然后还有 除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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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财审 这个财审 就要比这个 造成要隆重 那 这个我们初五来讲 因为还有 不管是这个项理 还是这个树理 那都是一种寓意 寓意的同时 它就 因为有些 它就 真的有实际的影响 你看那个 祝贺廷老先生 这个养生大家 也练武术 也练 内功 你看 往那一做 像狮子王一样 人家就讲 你吃豆 就要吃几个 你吃多一个就不行 甚至说 性质就相反 所以说 这个别小看 你看这几个豆 这几个树 自然有其理 你看我们现在 数字 讲什么能量学 这些 甚至手机号 车牌号 QQ号 这些 那太多了 所有的都有 其理意在 但是不要 执着于这些 像个树 太过于 执着 那就不好 顺便 我们 有精力 顺便 趋起必凶一下 没什么不好 大部分年 都吐个 几项鱼翼 所以该种羊的时候 种羊 也不是都是羊 该种阴 就以它为主 还有这个 初二代表 注意初二 有这个 水神的日子 什么什么 这个我们 这些高大上 悬护的东西 有的不太好追究了 那就 适当的 注意就好了 当然有些东西 也难免传传 传错了 那就无所谓 差不多就好 明天 这个初三 散步 我们可以